两个人就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 虽然流年倒是无所谓 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叶茨 可是作为被注视的一方 叶茨有点受不了了 他几乎将那杯冰牛奶给喝完了 最后只能没话找话地说 你来得早 剧毒他们你已经见过了吗 一清晨并没有收回目光 只是滴滴地呜了一声算是回应 叶茨见状不由地低下头 狠狠地低声说道 你能不能不盯着我看 好 一清晨倒是很好说话 立刻将目光转向了四周 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然后又将目光移了回来 继续黏在叶茨的身上 叶茨本来才刚刚松了一口气 眨眼之后一清晨的目光又落回来了 他更加尴尬 皱着眉毛说 你干什么呀 怎么又转回来了 别的地方不好看 柳永年望着叶茨嘴角掀起了一个弧度 一双桃花眼更是光彩流转 他的声音滴滴沉沉 迷迷暗暗的好像是蜜 填了整条街 叶茨的脸不知道为什么又热了几分 他抿了抿嘴角没说话 只是转过头去继续看着大屏幕 而刘年却发现 他那原本如同白鱼一样的耳朵 这个时候已经红的 跟煮熟的瞎子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心里就仿佛有一只小手伸了过来 轻轻地抓了抓 说不出的舒服 跟一清晨闲逛了一天 好像早上的那点别扭 早就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叶茨虽然话不多 不过一路上和一清晨 倒是颇有共同的观点 一点小事都能讨论半天 到了天边染霞的时候 两人才回到了酒店 刚刚进酒店 就听到方苏苏的声音大叫起来 来了来了 我就知道他不会误了吃饭的 你看你看回来了吧 叶茨顺着喊声看过去 只见方苏苏冲着他使劲挥手呢 在他身边站着的正是秦楚弱 这次受官方所邀请的 是各个大陆排名前三的工会 在东部大陆只有狼族 大唐和战天下受邀请了 天天向上虽然发展迅猛 但是到底没有排上前三 不过因为天天向上里 有一些突出贡献的玩家 也受到了邀请 比如白沫 果冻 吉时雨 一鸣惊人 一斗糕 真水无香等等 天天向上和战天下 力来是走得近的 所以 这些受邀的玩家 现在都跟战天下的玩家 站在一起 刚刚大家还在讨论公子幽 就听到方苏苏说公子幽回来了 她一打招呼 所有人都朝着这边看过来 不出意外便看见了 从外面走进来的 易清晨和叶茨 当然 最吸引所有人眼球的是 易清晨落在叶茨手腕上的 那只爪子 就在那么一瞬间 似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些什么 于是 只看见每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一副 暧昧到了极点的笑容 倒是秦楚若 愣愣地站在那里 她瞪着叶茨上上下下 又下下上上地 看了好几遍 才一声惯叫 叶茨 你居然就是公子幽 叶茨挑了挑眉毛 转头看向方苏苏 却看见方苏苏一脸的得意 似乎一张脸上都写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求表扬 叶茨忍不住笑了笑 冲着秦楚若说 是啊 秦师兄 看起来你老婆的嘴巴够紧的呀 那是 不看我是谁 我绝对是打死我也不说的 众人一阵大笑 不过 看着站在叶茨身边的义清晨 开始有人试探性地打着招呼 流年 义清晨还是微笑 好像并不因为被人认出来有什么吃惊的 他笑着打过了招呼 很是谦和 几下就回忆全人打成了一片 众人也觉得大神确实远没有游戏里 那么远如天边之云 所以大家心情都很不错 只可惜 今天白墨又不幸地被他的父母大人抓回去相亲了 来不及参加这次的盛会 让天天向上到场的玩家们 心里多少留下了一点遗憾 吃饭的时候 虽然流年不太愿意 但是还是被压沙龙给揪回了创世纪的桌子 这边果冻坐在叶茨的身边 一脸色咪咪的八卦像冲着叶茨问道 嘿 公子 啥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 果冻说话历来是这么直白 叶茨也有心理准备 不过有时候有些话 就算心里有准备 其实还是接受不了 所以在果冻发问之后 叶茨滑丽丽的被呛了 在一阵滴滴的咳嗽之后 一桌子上的话题明显偏离了最初开始讨论 命运中未来发展的主题 朝着叶茨和流年的八卦的道路上奔去 拉也拉不回来 望江南代表着命运 想参加这次聚会的玩家们敬酒 当然也被人惯了不少 当他偏偏倒倒地走到了叶茨他们这一桌的时候 已经满脸通红 还好喝得不是白的 要是喝白的 估计望江南早就已经躺在地上了 他端着一杯红酒 摇摇晃晃地站在桌边说了一堆话 舌头都大了 不过大家都不介意 望江南年轻 而且也没有什么架子 玩家们对他倒是很喜欢 特别是他脾相又好 早就有不少单身女玩家 对他调戏来调戏去的 弄得他愈发地不好意思了 叶茨也举着杯子 看着望江南 忽然就想起了自己四年前 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情景 那个时候 他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策划 只傲地为着自己的梦想奔波 而现在呢 他已经是命运的主策化了 真是白居过戏 一眼万年 望江南说了很多话 场面上的 场面下的 说到他有点激动 大家也都理解 甚至还给他拉了一条椅子 让他坐了下来 又说了一会话 最终 拒着杯子 转向了叶茨 灯光下 他虽然面色潮红 却更显得面如官玉 唇红齿白 他的目光里 闪着很多 说不清 道不明的东西 他冲着叶茨笑 不知道为什么 叶茨看着那笑容 觉得好像有点勉强 叶茨 公子幽 他只叫了这两个名字 就顿在那里 猴头发紧 好像什么 也说不下去了 叶茨也看着他 目光软软的 笑容也软软的 望江南 望着那个笑容 吸了吸鼻子 想说些什么 可是 到底什么 都没有说出来 只是伸出手 抹了一把脸 才说的 不说了 什么都不说了 谢谢 真的 望江南 你做得真棒 叶茨也抬起了杯子 和他的杯子 撞了一下 发出了 清脆的声音 他看着望江南 就好像看到自己 一路走过来的 点点滴滴 忽然 也觉得有些感慨 他说着 祝福的话 可是 只有自己 听得懂得 祝福的话 他望着望江南 莫光晶莹 望江南 只觉得 猴头 越发地 硬了起来 他点点头 又点点头 抬起手来 再一次 跟叶茨的杯子 碰了一下 仰起头 一口将杯子里的酒 倒进了口中 便站了起来 他停了一下 抬眼望去 只看见 在远处 有一个人 正静静地 看着这边 他的目光 是那么黑 那么坚持 落在了身边的 那个女子身上 他不由地 吸了吸鼻子 算了 有些事情 还是不要说了 说了 就失了位了 他心里这么想 可是 到底不甘心 他的手很重 重得 仿佛抬不起来 不过 他还是抬了起来 放在了叶茨的肩膀上 拍了拍 又拍了拍 叶茨仰头看着他 正好看见 望江南低头 他的眼睛中 似乎荡漾着水雾 隐隐绰绰地 让人看不明白 他扯了扯嘴角 最后才说 叶茨 你要好好的 说吧 他甚至来不及看 叶茨的表情是什么 就已经甩开了步子 摇摇晃晃地 朝着下一桌走去 叶茨 微微一愣 他缓缓呼呼地 看着已经远去的 望江南 有那么一瞬间 他似乎 感觉出了什么 但是 这也仅仅是感觉罢了 他坐在那里 挺着了脊梁 侧着头 看着望江南的背影 目光中 仿佛被落了灰一样 一瞬间 一切都变得 迷迷茫茫 什么都看不清了 脑子里只剩下那个 对于梦想 不断追寻的少年 他那无比灿烂的笑脸 冲着自己说 我一定会做到的 而现在 他真的做到了 叶茨并不了解 望江南一步步 走到现在的 全部心路里程 但是 他想 为了走到 今天这样的高度 他一定付出了 很多东西吧 就好像今天 自己坐在这里 所付出的 其实 是一个十年的轮回 轮回 想到这里 他忽然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真好 能重生 真好 华丽的水晶吊灯 折射出了 璀璨的光芒 叶茨仰头看去 只觉得眼睛被晃得 花得很 花得 看什么都不真实了 他想抬起手 捂住眼睛 却觉得 手上一暖 转头看去 却发现 原来 在距离自己 这一桌 比较远的流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 已经坐在了 自己的身边 他的手 轻轻地 握着叶子 放在膝盖上的手 唇边露出了 缓缓的笑意 淡淡地说 喝多了 叶茨眨眨眼睛 那双细长 飞扬的毛子 似乎 有点湿润了 他第一次主动地 回握了流年的手 唇角 坠着笑容 并不说话 只是 目光轻轻地 飘到了望江南的身上 看不出 他在想什么 流年也不生气 只是顺着他的目光 朝着望江南看去 只看见他 端着酒杯 一桌一桌地敬酒 功愁交错 春风得意 只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略微 有些消瘦的背影 在这光滑璀璨之下 显得 如此寂寞 他忽然开口道 他喜欢你呢 嗯 叶茨本来 还在看着 远处的望江南 听到流年这句话 他忽然转回了头 看向了流年 带着一点诧异 流年 却没有再说别的 只是静静地 看着他脸上 那诧异的表情 而后 他嘀嘀地 笑出了声音 再然后 他向前 倾了身子 贴在叶茨的耳边 缓缓地说道 小公子 你现在的表情 真是取悦到我了 叶茨顿时 柳梅倒数 他白了流年一眼 我凭什么取悦你 流年点点头 对于叶茨的小性子 表示了包容 那么 我来取悦你好了 什么 叶茨有点跟不上流年那 跳跃得太快的思维 我爱你 流年贴在他的耳边 缓缓缓地 轻轻地说着 虽然他的声音不大 可是却重重地 敲在了叶茨的心上 他确实喜欢你 可是 我爱你 弧度 爬上了叶茨的嘴角 他望着 从他耳边离开的流年 他的眼睛 真好看 就像是 满天的桃花盛开的 让人心醉 那 再说一遍 流年 却摇摇头 不说了 你不是说 要取悦我的吗 取悦过了 喂 以后再说 流年 指出笑 他伸手 敷上了叶茨的眼睛 挡住了那 如同星辰般的眼睛 吃完了晚饭 荣耀集团 还包下了S市 非常著名的娱乐城 招待大家去唱K 叶茨本来对于这种 嘈杂的项目 一向是不感冒的 可是 今天 实在是太特殊了 他就算不想去 可是 也不能说 毕竟 这种聚会 实在难得 除了大厅友人之外 各个包厢里 也被分给了 各个工会 流年本来是想 让叶茨跟着自己 去创实际的包厢 只可惜 方苏苏和天天向上的人 比他下手要早 果冻拉走叶茨的时候 还对着一脸黑色的流年 挤眉弄眼 流年大神 做人 要耐得住寂寞 你就寂寞一会吧 流年被他说得 脸皮都抽动了起来 恰逢潜唱丁饮几个人 又来拉他 他也只能跟着他们 去了创世纪的包厢 创世纪的包厢 和战天下的包厢 距离不算远 在走廊的两边 都是大包 里面 早就已经热闹非凡了 流年 坐在角落里 看着工会里的几个人 无耻地耍宝 坤也唱得 荒腔走板 忍不住 嘀嘀地笑着 鸭沙龙 跟着一瓶啤酒 坐在了流年的身边 给他面前的杯子里 倒满了啤酒 一脸 阴晴不定的笑容 他凑到流年的面前 在巨大的音乐声中 贴着流年的耳边 大声说道 我看你 今天心情不错呀 流年转头 看了鸭沙龙一眼 嘴角上的笑容 真真好看 他很大方地 端起了酒杯 冲着鸭沙龙 举了一举 然后仰头喝下 虽然一字未说 但是 从他的动作里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心情 真的不错 不过 看着他这样的好心情 鸭沙龙很想 一巴掌 将他嘴上的笑容 扇下来 太可恨了 他正这么想着 衣服里的手巾 震动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脸色 顿时变了一变 接着 他抬头看了看 依旧笑得灿烂的流年 忍不住叹气 唉 这还真是 老天 见不得你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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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